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支队伍是来自我们屏东的恒春半岛 他们成军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 而且当中很多的小朋友 都是因为非常喜爱棒球 所以从原本的学校转学过来大苹果小 在队伍当中有一位六年级的小朋友 叫做陈嘉祥 他非常喜爱棒球 而且他自我的要求很高 所以他几乎无时无刻都在练习棒球 另外还有一位是五年级的游人杰 他在原本的学校是当老大 可是转学过来加入棒球队之后 却变成了小弟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现在我们就将镜头转到大苹果小 带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一支棒球队 没有一天没有摸到球 就会感觉瘦痒痒的 棒子不可以拿一般的 所以只能做纸球 教练会训练 他都用考卷做 考卷做 考卷的料 他老师知道吗 不知道 老师知道也没有关系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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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啦 快綁喔 正在場上打擊的是 大蘋果小棒球隊的球員 陳嘉祥 連續兩支界外球之後 他能夠成功揮棒 幫隊上再添一分嗎 OK 對啦 我們本是要把那個球破壞掉 形成界外球 可是沒有權力 跟游山陣 原本是要 幫隊友得分 結果自己游山陣害到他們 所以覺得 很盛氣 他有很多盲點 做不好的時候他會生悶氣 然後 把情緒發洩在 其他的地方上 好 從頭到尾都看得好 在球隊裡 假祥不是最有天分的球員 卻是自我要求最高 最拼命的學生 只要遇到一點點小挫折 就會想說為什麼每次都打不好 為什麼一直都是這個缺點 改不起來 可能在比賽就只差那一顆 我們就贏了 然後也有可能因為那一顆 比賽我們就輸了 抬 再高點 陳嘉祥 起來 抬起來 夾起來 加強原本就讀屏東縣的大光國小 三四年級暑假參加棒球夏令營 從此愛上了棒球 為了打球 他在五年級時 轉學來到擁有棒球校隊的大平國小 在上一次的夏令營 遇到很多小朋友 我們就有一天約定好說 我們一定要轉進去大平國小 結果他們沒有轉過去 只有一個人去而已 真的我到現在啊 這麼多年了 然後遇到那麼多同學 遇到那麼多打棒球的人 還沒有遇過 從國小就這麼堅定的 真的還沒有遇過 打棒球就是我最快樂的興趣 我想要做得更好 然後給家裡稱讚 說會有進步 我想一直在停留那個階段 想要一直進步 想要一直打進職棒 大平國小六年級二十個學生中 有一半是棒球隊員 他們常迎外出比賽 而缺席學校課程 為了拉住這群喜歡打球的孩子 不放棄課業 班導師利用放學後的空檔 幫球隊的同學補課 四減三七啊 你這樣不夠 你很久不然 這個比人家是不是 對嗎 你不夠 算不然很久 大概是四年級左右 小數的四則運算 因為他們的這個基礎比較薄弱 那如果這個部分 他沒有交起來後續 他的這一些小數的生活 比如說原面積要 所以三點一四 他們就不會成了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部分的 武器就是這樣子 你有這麼多錢嗎 我是喜歡加這個錢 加翔原本的成績不錯 加入幫球隊後 卻一路下滑 曾被媽媽嚴重警告 當然 你一邊打球 一邊讀書一定會比較累 可是就是我一開始跟你講的 你要去選擇這個幫球路的時候 就是一定這樣子 你要自己能知道 也要做到 好 這一題是點數題 那算完之後 就放著老師過去看 我們老師常常在講說 打球也要讀書 萬一你中途遇到什麼挫折 或者是人家不要你了 把你踢掉了 這樣你至少要當老師 還是做其他工作 兼顧課業與棒球 這是加翔對媽媽的承諾 因此除了認真上課之外 其餘時間 加翔都出現在球場上 也許是人家跟球 到 球過來的是一根 參加球隊 球隊就是一個團體 不會打自己的 如果你在當投手的時候 後面都沒有人幫你守備 這樣也當投手還有意義 所以要替球隊的奉獻更多一點 在教他們的過程當中 我會去思考教練教我的 我會教他們 然後我自己也在練習 然後也可以丟給他們 接看看 加翔不是隊長 卻是少數會主動教導學弟的學長 除了教學相長 加強自己的球技之外 加翔還有一個小小的心願 想讓他們做得比我們好 因為這一屆我們可能沒辦法 拿到比較好的成績 所以把我們會得都交給他們 因為我們這一屆一直被罵 然後我希望他們下一屆 不會再讓教練練 我這叔叔都被他教的 他教你什麼 我跟他打球 跟那個投球 他就都教我的 然後就跟他出去外面那個練習 然後一開始就想打 拳的打是怎樣 直接下來 這個直接下來 然後倒掉 這一場比賽其實讓滿多人 DR比起來保護品的 對 就是插個那個出去數 就滲透了資格 他小時候就好愛丟球 每天在家裡丟來丟去 就覺得超級吵的 所以我們都不喜歡 買球類的東西給他 他怕在家裡丟到丟壞東西 然後他就每一則 硬要自己去想辦法拿出一個東西 可以做那個投接 他就去把那個日立子 把它揉成一團 它在棒球的大小 然後用那個貼布 纏纏纏纏纏纏 繞繞成一個球狀的樣子 好 我先吃藥 吃啥 用工散 給牛用工散 因為住家和學校距離很遠 加入球隊後 假想必須住校 周六練完球才能回家 但是就連回家 這難得的悠閒時光 假想也忙著自己最喜歡的事情 就我接球沒有接比別人好 沒有打比別人好 球沒有比別人準就快 所以要度假練一些 對比別人好 用假日的時候 禮拜六的時候 教練教我們 把它記起來 是從不出的事 不管可不可以打進職棒 就是努力 一直努力 打不進去還是努力 如果我不能打職棒的話 我會考慮去考教練執照 回來大平教他們棒球 在家祥的身上常常帶著一條項鍊 據說這是他球隊當中的好朋友 仁傑送給他的 兩個人是在一個棒球的 夏令營裡面認識的 都喜歡打棒球 先後轉學來到了大平國小 可是這個學期 是我們仁傑剛剛轉過來 身性挑皮搗蛋的他 一過來馬上就受到 他會讓老師以及教練 許多的懲罰 他的好朋友家祥 會怎麼樣幫助 以及照顧這一位小學弟呢 你有打嗎 你有打嗎 他先給我打 你有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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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打嗎 我可以打嗎 你可以打嗎 你可以打嗎 我可以打你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對不對 你還要打嗎 沒有 沒有 你說得到三千五百便 你還要叫好人 你這張學家要做好人 什麼 明星 現在就好做 還有明星 不能現在做嗎 可以啊 五年級的遊人節 綽號流連 暑假才剛轉到大蘋果小 他在以前的學校 是個讓老師頭痛的大哥級人物 他剛來的時候 他來學校的時候 他說他要收小弟 沒有啦 這一個 沒有啦 沒有啦 我會收小弟 有小弟嗎 有 結果自己變小弟 結果他現在自己變小弟 結果他現在自己變小弟 失敗 原本想當老大的人節 因為球技最差 成了球隊裡的小弟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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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誰啊 他每天都出狀況 他不是週夜沒寫 不然就是 鬧事 不然就跟人家吵架 他壞習慣不加多了 他現在來 我們說 我們跟他講說 說這邊打棒球的小朋友 都是要當好人的 沒有要當壞人的 他專注力比較差 所以他學東西會比較慢 他學一些動作會比較慢 可是很好玩 小哥教他們兩個怎麼做 動球 這樣 教那個有信號科那個 教人節 我一顆眼睛 不是在這裡 這裡你就看不見了 這裡 因為想跟大家一樣厲害 仁傑現在很努力練球 家祥也會耐心的指導他 兩個人因此變成了好朋友 我們是一隻加油 一隻高 personajes 前四隻隻 三隻小的小小 一隻小小 牠不要拉 不要拉 不拉 撈在這裡 等一下 待會兒 是 榴槤 怎麼對她那麼好 還塞飲料給她 榴槤 那是我的好朋友 她是你的好朋友 對 你爆了 榴槤 好榴槤 你在哪裡 不要來 不要來 每個星期三下午 因為不用上課 是棒球隊最重要的練球時間 但是 今天大家卻無法練球 十二隊 我們去住那邊有十二隊 沒有一間學校 說垃圾沒有剪 沒有一間學校說 會把人家桌子玩壞的 也沒有一間學校說 每次集合的時候 人還缺一兩個 你只要打棒球而已 你實在是你都不用管 原來上週棒球隊出去比賽 事後卻接到主辦單位的來電 說球員住宿的房間 有些損毀 因為他們說我們很亂的時候 我們還跟他說 沒有 我們有檢查 我們真的有檢查 後來才知道 沒有啦 是塞在抽屜裡面 是塞在桌腳 塞到哪裡 可能我們要犧牲掉很多練習的時間 可能會犧牲掉往後比賽的成績 可是我覺得 這個是真的要顧 不顧真的不行 對教練來說 球員的品格比球技更重要 因此他寧願犧牲寶貴的練球時間 也要教導他們正確的觀念 來 請我來 請我來 我在爆發 來 一隻 在爆發 我們在爆發 我要爆發 走 快 你快 出醉 來 好 來 下人物快一盒 一盒 來 來 你害怕就死掉了 第一年级的球员 因为打不到高年级学长投的球 难过的哭了 像这样的练习赛 正是训练球员抗压性的好方法 没打出去没关系 我也不是一样 不要哭啦 球员 球员 不要哭了 三振一次而已是怎样 世界末日喔 世界末日了吗 还是你要死掉了 没有嘛 是不是没有 你三振完之后你还会不会再打 还会不会再打 那你下次还要继续打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要哭 你三振完你要赶快下一次再来 下一次再来你要赶快很积极地跑出去守背 然后赶快守完 你还可以再打下一次 好不好 可不可以 你把眼泪拆干来 因为热爱棒球 每个人都很在意自己的表现 但是对校长来说 成绩并非最重要的 棒球队的成绩 对我来讲 还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的 如何既有这样的运动 让他们在学校里面 也有获得一些成就感 那甚至呢 经由这样子的运动 看能不能在其他的学习方面 也可以获得一些成长 透过棒球 让不爱念书的孩子喜欢上学 才是棒球队的目的 学校甚至还规定 没写完回家作业 就要法跑操场 也不能参加比赛 你为什么要找他 他要给我来找他 他要教你是不是 对 为了可以练球 现在仁杰也开始写功课了 就看一下 谢谢 另一边的嘉祥 已经动作迅速地完成作业 把握时间做他最想做的事 我说是数学的 数学 我照理下廖了 你不要当学习 你不然 手不要低低的 手不要低低的 好 阿宗 我上期 我上期 好子再见 小朋友再见 大家明天再见 你不是到你来这儿拖 你一定是最后三个人 你去看看 现在要干嘛 洗澡 有限时间吗 抓最后三个 大苹果小位在屏东的恒春半岛 很多帮球队员 都是从恒春各地转学来的 远地而来的球员 可以选择助校 但是 住宿生活很多事情 都得自己来 这是美国新出的 一年 学习生活自理 对这一群十岁的小男孩来说 并不容易 他们从一开始的不习惯 到现在已经懂得彼此传授秘诀了 衣服都有担骨的那些 那些 停下来 高外 刚刚那本人都要破了 破了 掉了 掉了 手洗比较干净 可是比较费力 然后洗衣机洗 比较不费力 可是比较不干净 洗衣机 所以你最喜欢用哪一支 洗衣机 洗衣机 我到阿平打棒球之后 变得比较独立 然后我也会自己洗衣服 然后 生活上的管理也变得比较好 黄金 牙膏 耳机 刷子 卫生纸 一瓶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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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大家最近比较懒散 教练今天 决定突袭检查 个人惯喜用具 你为什么都没有 你为什么都没有 你什么时候急 下离拜 下离拜 有时候要像警察 有时候又像保姆 然后有时候又像 他们的爸爸妈妈 有时候像警察 是因为要维持 他们的秩序 而维持他们的秩序 是不累 因为其实只要凶 他们都会怕 最累最累的是 当他们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很累 祝贵 你只要看这里 还是谁 你怎么会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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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没闲 你怎么会闲 不要再闲 我才好就不要再动了 因为棒球 他们来到这里 在球队中 学习团队合作 与纪律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成长 够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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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爱打架闹事的人杰 现在会关心队友 学习做一个好人 你怎么会想起来 有恩姐 我老实讲的 不是说真的很期待 他未来可以 棒球打得多厉害 但是我希望可以 他教化他 我几乎每天都会跟他讲 就是 你做台湾这种额络 夹翔拼命的练球 朝着打进职棒的梦想前进 因为都努力那么多了 然后又要退掉 打棒球这条路 就会觉得有点舍不得 然后就想要继续 继续打 然后一直向这条路一直讲 打到职棒 然后打到退休 像陈家翔 他真的就是 他真的就很想拼 他每次练球 他给我感觉就是他很想拼 他五年级进来就这样 我觉得很不简单 那以后不管他是不是打职棒 我觉得他值得 因为他 他以后不管做任何事情 他只要秉持这样的态度 他不会是一个失败的人 这个球队 大平均小成立这个球队就值得了 棒球啊 真的是一门很热血的运动耶 你看 只是一颗小小的球 就可以牵动所有人的命运哦 因为喜爱打棒球 原本不爱念书的小朋友 也愿意坐在教室里面乖乖的读书 因为喜爱打棒球 原本打架闹事的孩子 也愿意学习做一个更好的人 而且啊 我们的家翔还承诺了他的妈妈 他一定会将学业还有棒球 两者兼顾的哦 虽然啊 棒球对这个学期比赛成绩并不理想 可是Mia姐姐我相信 让每一个打棒球的孩子 拥有良好的品格以及态度 这个啊 才是老师以及教练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